中瑶,潘慧如,朱志盈因戏成闺蜜,话题尺度无上限只贪相见恨晚。 三例,东森周五怀剧资的时代剧情已进入最高潮,主要演员也陆续杀青,除了即将前往北极圈的潘慧如外,另外两位子中瑶与朱志盈也都安排了度假行程,好好沉沉与告别在剧中所扮演的角色。 中瑶,潘慧如与朱志盈在戏中扮演在同一家公司工作的好闺蜜,现实生活里,原本毫无交集的三人也因为资的时代这出戏成为好姊妹,中瑶说,我们三人的个性是完美的铁三角,缺一不可。 不仅主要演员私交与默契好,就连剧组拍摄氛围都非常愉快,堪称是感情最好的剧组。 这都要归功于好人缘的潘慧如,经常就大家一起聚会,甚至短暂的过年休班都不放机会邀请大家到家里相聚。 三位女主角想到要即将要和相处四五个月的好姊妹们分开,都纷纷表达不舍与难过。 三位姿的默契与感情好到没话说,中瑶说已经可以想象杀星那天她会哭得很惨,不只是因为这是她第一次挑战拍摄时间这么长的戏剧,也因为这出戏让她交到可以一起互相扶持的好姊妹。 她说虽然三个子的年纪有些落差,但完全不影响感情,尤其是潘慧如总是像大子子一样照顾所有人。 认真且要求完美的朱智莹在中瑶与潘慧如面前也能完全卸下心房,三人无话不谈也互相包容,感情好到脸讲很难听的玩笑话都不会有人生气。 朱智莹说,我们真的是相见很晚,潘慧如也不止一次在脸书PO出三人的合照,说三人要当一辈子的好朋友。 不止潘慧如已经相约大家一起吃饭喝酒,中瑶甚至也已经规划要飞去大陆看朱智莹的舞台剧,三人默契与交情可见一般。 虽然子的时代这出戏子地恋是重点,但中瑶说只要是拍三个子的戏就是最快乐的时候。 中瑶已经和潘慧如与朱智莹相约杀青,以后要经常轮流去对方家吃饭喝酒,但这就苦恼了朱智莹,因为酒量最差的她,忍不住笑说,连我自己都受不了我的酒量。 朱智莹说拍戏实发生太多有趣的事,尤其是中瑶看似正经八百,但经常跟小男孩一样又知道让大家笑翻,常常开口闭口就是大便。 甚至还在潘慧如生日当天送上大便造型生日蛋糕,朱智莹也被中瑶的随心感染,高笑说,她可能很怕便秘,所以要一直呼唤大便快来。 果真日前朱瑶就心想是曾收到粉丝送来的大便造型甜点。 中瑶也不甘示弱其理朱智莹与潘慧如,说朱智莹常为小事龟毛但完全不讨人厌,每次都很可爱又好笑, 而潘慧如看似是有洁癖的完美女神,但却会说出,哎我刚放了一个屁,很臭哦,让大家完全傻眼,朱智莹也说觉得潘慧如其实很会吃也很爱吃,但永远不会碰错地方,真的很让人羡慕。 三人在资的时代剧中不只讨论工作也尺度大开讨论规防话题,三人都说其实戏里戏外三个人的互动其实差异不大,都有默契需要对方时都可以敞开心胸大聊特聊。